来给您介绍的是 黄新成总统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人透过网络来消费 全球互联网跨境电商的 富比市资讯国际公司 有成千上万的商品 让会员拍卖选购 2018年8月份 富比市资讯国际 才在台中市大业路 设立实体商城 9月9号的下午 富比市又在高雄市大辽区 节西路上的享温馨婚宴会馆 由集团主席张成平 跟台南小城联盟签约 还举办一场千人超跑 竞标线上线下拍卖活动 除了邀请艺人杨庆皇 担任主持人之外 还有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 歌手张秀卿 还上台献唱 富比市集团主席张成平 在签约仪式后致辞表示 总部设在台中的富比市资讯国际 目前以全球互联网 加上分享经济的OMO跨境电商体系 目前已经有数千种产品上架 还有台中富比市房地产 桃园富比市车业联盟 台南富比市度假中心 十月份也计划在高雄市 设立一家实体店面 扩大集团的版图 各大的企业家 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 我们都会为他们来做 行业跟行业之间的合作 所以我们OMO是让 我们所有的代理的行业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达到最好的效益 目前富比市集团 还有电子商务竞标系统 联盟商城 联盟品牌 狼时代学院 公益基金会五大系统 明年初配合政府南向政策 计划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东协国家 成立电子商务跟实体商城 并且要以人性管理的经营理念 回馈跟感恩的精神 一方面追求企业经营 一方面进行公益活动 那我们每两个月会做一个全国性的公益的回馈 提倡我们的环保 然后为我们的弱势 为我们的孤幼儿老人 来做一份心力 就是有了这种颠覆性的厂商互惠模式 革命性的狼时代团队 富比市集团 已经建立全球营商通路 业务扩展到海内外 主席张成平强调 富比市重视每一个员工 除了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也提供学习跟成长的空间 欢迎优秀的朋友 一起加入富比市的行列 共创光辉灿烂的大未来 记者陈文旭 杨静高雄报道 杨静高雄报道